高雄市一所大學2021年畢業成果展 在博二藝術特區展出 現場有大眾傳播學系 及創意商品設計學系的嶄新作品 創意多元的表現方式 不僅獲得參觀者的肯定 學生的用心及專業 也得到業界高度的支持 因為我們是現在是做行銷 所以我們就幫每個咖啡廳在高雄 尤其是在高雄 我們就幫他們做推廣 然後增加他們的補光度 我們大傳系算一個蠻國際化的科系 那有來自於很多外籍學生來就讀 他們自己親自到每個場所 去了解去訪問之後 然後去做出了很多這種相關的作品 這個作品事實上相當驚豔 我個人覺得連高雄人可能都沒有 不知道這些可能我們認知的 這些餐廳這些商店 一所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林聰仁提到 畢業成果展以青春設計為主題 象徵青春隨著四年的辛苦耕耘 連結到在地 呈現出專業多元的觀察 同時也讓來到高雄求學的異鄉遊子們 將代表故鄉的角落事物 用作品帶出私鄉之情 也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地方文化 那我是來自香港的 然後我們想做這個港式點心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也很常吃到港式點心 所以我們也想進一步讓台灣人了解港式點心的背後故事 然後也可以更了解港式點心為什麼可能叫這個名字 也是我們發現古屋修復師這項工作 其實很少人知道 但它對於傳承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事實上大傳系的同學的作品五花八門 可是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會去找尋一般社會上可能都不會去關注的一些 一些題材 一些議題 然後透過這些題材 議題 他們可以很深度很深入的去了解到各個可能不同的包括文化背景 包括整個這個社會階層 無論是外籍或是本國籍畢業生 透過他們的細膩觀察化為作品呈現 翻轉了大眾對印象中傳播媒體與商業設計的方式 新一代的社會能量正在崛起 也感謝一手大學的指導教授透過畢業展 讓即將畢業的學生團隊更加貼近甚至領導未來業界的需求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